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奖 批认他 就在不久后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将在费城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展开一场引人注目的辩论 这不仅是两位候选人之间的首次交锋 更是即将到来的10月总选举前的一次关键时刻 哈里斯已做好准备 他将面对特朗普的个人攻击与不实言论 并准备注重讨论堕胎拳 及特朗普在国会骚乱中的角色 另一方面特朗普则预计会全力攻击哈里斯 及其政府在经济及移民问题上的表现 并试图以其不可预测的风格来掌控辩论局面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宾夕法尼亚州成为了关键的摇摆州 这场辩论的结果可能会对选举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专家们认为这场辩论将是整个选举季中 最具影响力的90分钟 两位候选人的表现将直接影响选民的选择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辩论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源于德国之声 德卓尔以及多伦多星报的Toronto Ser 涵盖了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辩论的 总统细节和背景 文章主要集中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 哈里斯与共和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对决 分析这场辩论为何如此重要 极其潜在影响 随着11月5日的美国总统大选临近 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周一抵达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准备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进行一场备受关注的电视辩论 这场辩论安排于周二晚上九点举行 即周三凌晨零点半UTC、CCC 由美国广播公司BC News组办 地点设在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 这不仅是哈里斯和特朗普首次面对面的辩论 也是他们的首次公开交锋 哈里斯在辩论前表示自己感觉非常好 但也同时预见到特朗普可能会进行一些个人攻击 根据哈里斯的说法 他已经准备好应对这些攻击 因为特朗普曾在他的种族身份和质疑上进行过抨击 他在Ricky Smiley的广播节目中提到 特朗普在攻击方面没有底线 并可能会在辩论中说出许罗不实之词 哈里斯预计会在辩论中就特朗普对堕胎权的立场进行攻击 特别是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维德案 而这得到了特的支持 此外他还可能会批评特朗普在2020年1月6日国会骚乱中的角色 并指出特朗普上任后计划实施的极端保守措施 与此同时 特朗普预计会对哈里斯及其所属的拜登政府 在通胀和美墨边境移民问题上的处理方式进行批评 特朗普的不可预知性使得这场辩论备受期待 特朗普的竞选顾问杰森·米勒对记者表示 你无法为特朗普总统做准备 根本不可能 他将哈里斯底座试图为弗洛伊德 为威瑟或穆罕默德阿里做准备的拳击手 并补充道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角度来攻击 前民主党众议员土耳西·加巴德 加巴德也在协助特朗普的竞选准备 加巴德曾在二零年民主党初选中与哈里斯辩论过 这场辩论的另点亮点在于候选人的表现 哈里斯曾是加州的检察官 后来逐步晋升到更高的职位 而特朗普则是一位面临多项指控的定罪罪犯 此外年龄也将成为辩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影响观众对这场对决的看法 特朗普78岁而哈里斯59岁 哈里斯的民主党前任81岁的现任总统乔 拜登因担心年龄和健康问题而退出了竞选 虽然辩论中将讨论经济移民和外交政策的问题 但候选人在镜头前的表现可能会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 1960年9月当时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在首次全国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中 与美国参议员约翰·叶罕尼迪对峙 那场辩论前尼克松在选举中被认为是热门候选人 但由于最近因悉伤住院 他在辩论中显得病奄奄的 而肯尼迪则显得更为上进和年轻 数百万美国人观看了这场辩论 肯尼迪的选举运势随之改善 最终在1960年11月的选举中击败了尼克松 这表明辩论不仅仅是政策的较量 更是形象比拼 对选民的选择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威斯康星大学副教授埃利森·吐拉什认为 这场辩论可能是整个选举季中最具影响力的90分钟 这将是美国选民唯一一次看到哈里斯和特朗普 在舞台上直接互动的机会 在这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中 哈里斯在一些重要的摇摆州的民调中 略归领先 这主要归功于他接替拜登以来 所带来的热情和兴奋 然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情仍然非常胶折 而这场辩论将在这个关键州进行 安大省西部大学的美国政治专家马修雷博表示 宾夕法尼亚州是这场选举中最大的战场 尽管费城通常是民主党的坚强堡垒 但宾夕法尼亚州已经变成了一个可能对赢得总统职位 至关重要的摇摆州 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这个州 但在2020年又以微弱优势输给了拜登 这场辩论的成败可能决定哈里斯在选举中的表现 他需要接触选民明确阐述他的政策 同时抵挡住特朗普的攻击 普拉什认为哈里斯在辩论中成功的关键 在于清晰地传达他对经济 以色列和加沙战争的政策 以及影响普通市民的厨房猪问题 在国际贸易方面 加拿大人可能会特别关注 无论谁赢得选举 将在202026年对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贸易协定进行审查 虽然哈里斯可能会沿袭他的前任在加美关系上的路线 但他曾是十位反对特朗普三方协议的美国参议员之一 理由是该协议未能充分保护美国工人或环境 另一方面 特朗普则提出了一些可能扰乱全球贸易的想法 并以暗示计划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 特朗普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保持信息的一致性 避免发表可能被视为谚语或种族主义的言论 雷博提到在2016年第三场总统辩论的最后时刻 特朗普曾形容希拉里克林顿为恶心的女人 面对哈里斯 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发表类似言论 特别是当哈里斯不给予他认为自己应得的尊重时 在辩论前 特朗普批评了辩论的形势和比锡新闻的主持人 声称他不大会受到公平对待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辩论期间不允许站在任何盒子或人工升高的地方 他认为这种安排是不公平的 指责民主党作弊 尽管特朗普的言论可能在他的支持者中引起不明 但雷博指出 这并不足以让他赢得选举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他的基本盘 这篇报道最初于2024年9月9日 由加拿大新闻社发表 详细分析了即将到来的辩论及其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来看看哈里斯和特朗普的这场辩论 哈里斯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 很可能会在辩论中展现他的法律专业和稳定的心态 而特朗普呢 他的辩论风格更像是一场真人秀 随时可能爆出惊人言论 这对选民来说 真的是一场政策和娱乐的双重盛宴 哈哈 楚天书 哈里斯的法律专业 你是说他会在辩论中 把特朗普逮捕吗 别忘了 特朗普可是有九条命的政坛猫王 他过去那么多次被预测会失败 但每次都能奇迹般的翻盘 这次辩论 他肯定会用他的特朗普式魔法 让哈里斯措手不及 谢琪琪 我不得不承认特朗普的辩论确实有娱乐性 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政策立场就能令人幸福 看看他的堕胎立场 和对国会骚乱的角色 这些都暴露了他的极端保守主义 哈里斯则不同 他能提供更平衡 更具建设性的政策选择 1974年水门事件后 美国人不是更需要一位能稳定局势的领导人吗 楚天书 楚天书 水门事件是个好例子 但你忘了 当年尼克松还是有很多支持者 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是如此 对他的忠诚度高的吓人 哈里斯能稳定局势 他连自己的党内都争议不断 再说了 特朗普的2025计划 虽然看起来像是个疯狂的科幻小说 但至少有个愿景 你知道那些厨房桌问题吗 选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餐桌上有没有食物 而不是高大上的政策讨论 谢奇奇说到厨房桌问题 哈里斯在通胀和移民问题上 可是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不像特朗普只会拍桌子骂人 再谈谈这次辩论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 这可是个摇摆州 哈里斯的政策诉求更贴近中产阶级的需求 相比之下 特朗普的10%进口关税计划 只会让物价更高 让普通民众的日子更难过 就像1960年甘乃迪击败尼克松的辩论一样 哈里斯这次也有机会逆袭 楚天书 我看你是过于乐观了 就拿甘乃迪和尼克松的辩论来说 甘乃迪是靠颜直营的 哈里斯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 况且特朗普可是有王牌在手 他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 爆出惊人言论 抓住选民的眼球 这场辩论 谁赢谁输 还真不好说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场辩论会是今年最具娱乐性 很戏剧性的90分钟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拜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军 我如今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